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又学了几个原字符号 对不对 对 那这节课咱们剩了一个原字符号 什么 就是 括号 对吧 那括号有几个作用 所以咱们统一的这节课总结一下 也就是括号的重要性 在写政策表达式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能忽略它 那它的作用可不是单一的一个作用 它有几个作用 比如说 第一个作用 括号的 第一个作用 干嘛呢 就是什么 改变 对 优先级 优先级别 怎么改变原级别 还记得咱们上一节课咱们写过或的那个关系吧 对吧 比如这里边咱写过一个 oracle或者是my circle对不对 那这个匹配的是my circle或者oracle中间出现一个就可以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运行结果 优先级一下 是把oracle和my circle出现一个 嗯 那如果我想让什么 e和m出现一个 怎么办呢 或者re和my出现一个 我只要这块扩起来 优先级就改变了 对吧 那先执行的是不是执行这里边的 那或就是re和my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现在再匹配出来的就不是my circle了 而是谁啊 诶 匹配是 啊 这里边匹配的词就是什么呢 是re和my之间 虽然有my之间关系 但是orec re或者my secure 看到了吗 是这关系 你看这块加上orec my或者re 这块是整体的一个原子 对不对 中间要过 得出现这样的关系才可以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匹配出来的 什么my这个关系 是把my这个匹配出来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整体匹配出来的 括号里边是把my匹配出来的 对吧 那或者这块my换成这样 re 是不是 那我们再看一下 是把re出来了 对吧 所以它是不是能改变咱们运行的优先机 对吧 这是第一个括号的作用 括号的第二个作用 第二个作用 什么 将 小原子 变成 大原子 这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将小原子变成大原子啊 比如说 这块 如果我这里边写上my cycle 星号 指的是什么意思 代表l可以出现零次或者是多次 对不对 对吧 现在是l可以出现零次或多次 你看 现在出现一次是可以的 对吧 出现l出现多次呢 是不是是可以的 那它是不是 这块现在出现的是这个结果 但是 我们说了 将小原子变成大原子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这块 将原子 扩起来 那原来的本身的一个l是一个小原子 对不对 扩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体了 然后整体后边加星 就变成不是l可以出现零次一次或多次了 而是整个my cycle出现零次一次或多次 听懂了 你看现在出现一次的my cycle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可以啊 对不对 那我出现多次可不可以呢 my cyc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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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其实是这样的情况 对吧 也是能匹配到的吧 虽然咱这里边没有出现那个值 对不对 但是匹配是不是成功了 所以呢 将一个单词扩起来就将几个单词中几个字符 组成各自的小原子改成了一个大原子 听懂啊 这是这个作用 第三个前面两个作用多好理解 对不对 什么改变永远机啊 小原子变大原子啊 扩起来之后加星就让他从目的次数 就是前面整体的对不对 第三个最重要 第三个作用 什么呢 就是可以是紫模式 什么叫紫模式 只要用括号扩起来的 你看啊 整个表达式是一个大的模式 小括号 小括号 小括号中的 怎么呢 是每个独立的字模式 看到了吗 比如说这里边我写一个 假装行匹配这个 http 冒号 3w.lampbrother.net 看到了吗 匹配这个 那我这里边是不是匹配一个UR啊 你看 匹配 http 冒号 两个写线 那这话是不是就转移啊 转移 转移对不对 然后 点 然后是什么 3w 对吧 点 是不是也就转移啊 然后 点星 问号 再点 是匹配这点啊 中间育名 然后点 点那下吧 你看一下 我如果没加任何括号的话 现在匹配出来的什么 是不是就是整个这个育名 对吧 如果我把它加上括号 你看一下 我把它什么 要这里边的每一个小部分 比如说我想要http 想要协议 是不是这样可以啊 我想要主机名 对吧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这个育名 我想要顶层育名 对吧 顶层育名还可以是点卡吗 是不是用过路关系 可以写多个 点挖机 对不对 等等 那主机除了3w的 比如说 mail的 主机 对不对 ftp的主机 等等 是不是都可以啊 协议除了这个ftp的 是不是 都行啊 什么https的 对吧 tarmat 你看 是不是框了过去 来的 那现在 我这里边 扩起来 我就提供几个括号 一个括号 两个括号 三个括号 四个括号 对不对 所以这里边一共有四个小的模式 子模式 那分别在这个数组里边 数组里边第一个装的是全模式 第二个就是第一个子模式 来我们看一下 数组里下标 你看一下 是不是下标为零的数组装的是第一个全模式 然后是不是把协议能找到 括号里边 三W能找到 Lubbra能找到 Night能找到 是不是将协议跟它主机是不是都分成了每一个部分 对吧 这就是子模式的概念 能获取括号的每一部分 听什么 这点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然后 第四个 作用 就是什么 反向引用 反向引用 什么叫反向引用呢 比如说我现在给你匹配一个日期 匹配一个日期 什么叫匹配日期 假如这里边 中间有一个 201314年 对吧 咱们用杠吧 1月 比如说 24号 是不是这是一个日期 对吧 我想把这个日期格式匹配出来 我需要怎么做 这里边 是不是 括号 或者这 斜杠D 是不是数字 年是不是四位的 大括号 四 可以吧 然后是不是一个杠线 对吧 然后斜杠D 两位的 宅杠线 对吧 斜杠D 两位的 你看一下 我能不能把这个日期取出来 是吧 2014年 斜杠12 就是14年是取出来了 对吧 那假如说我这是匹配 看一下 我这个杠线匹配的时候 我想象这块 这样格式也可以 是不可以 那我怎么办呢 我现在这个模式可以匹配出来 这种格式吗 是不行 匹配失败 我必须得用什么 这块 我是不是得用括号 是不是支持斜杏 鞋线也行 支持斜杠也行 对吧 所以我这块括号 中间用一个 或 杠线也行 这个什么 斜线也行 这些是不是转移 对不对 那这块我也用过括号 跟那个写的是不是一样 输线 斜杠转移一下 对吧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是不是可以了 这个席线是不是可以找到 那但是我这里边用户写的时候 有可能会这么写 这样写 2014年杠 0124 对吧 那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把它取出来呢 符合这个规则吧 对不对 但是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 对不对 也就是想要的什么呢 想要的是什么 看好了 你前面是钢线 后边就必须得是钢线 你前边是斜线 后边就必须是斜线 也就是前面是钢线 后边必须得是钢线 对吧 而且我还是允许 钢线斜线都允许得用 只不过前面用什么 后边你就必须得用什么 对吧 那看一下咱们这个模式 还记着咱们第三点说过的子模式吧 嗯 就够对不对 所以看一下 括号里边的这个数组里边 因为咱们说 匹配完之后第三个是不是放到这个数组里了 对吧 放到这个数组里了 那我们看一下 子模式中 有括号的是不是第一个子模式 0是代表全模式 下边唯一的就代表第一个子模式 下边唯二的是不是就代表第二个子模式 对吧 对 所以咱们可以用子模式反过来用在正则表达式里边去 用什么 既然他标记了第一个子模式第二个子模式 转移的意义给它去掉 用两个斜杖一 你看 如果是在代表里边 用一个一就行了 代表里边一是一个什么 是个圆一是很普通的原子就这样 斜杖一就取第一个括号的子模式 如果前面有三个括号 行取第三个 那就斜杖上三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是反向用用到了这个模式中 那咱们匹配的时候 前边匹配的是钢线 是不是子模式就是钢线 那斜杖一是不是就用第一个子模式钢线 对 如果前边匹配到反击线 第一是不是就反击线 所以你看 2014年1月24日 两个是不是都钢线 第一个用到钢线 第二个匹配钢线也能出来 你看 刷新一下 你看子模式钢线 是把它反映出来了 如果两个都是用什么 反击线 对吧 那我现在 咱用什么 反击线 是不是都可以了 如果是一个正斜线 一个反击线 这行吗 这样错误的东西就不行了 因为 第一个子模式取出来了 取出来是一个反击线 放在这儿呢 咱们还是一样的用反击线 对不对 那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就匹配是吧 没得能理解这个反性应用的吧 也就是第三点 但是括号的作用是子模式了 子模式下较为零的 子模式是全模式整体匹配到的 第一个括号为第一个子模式 如果想要在正在表上是用第一个 就弦上一 想用第二个就弦上二 想用第三个就弦上三 明白吧 后边再替换咱们这种模式是经常用的 所以如果你学正在表达是不会这种反性应用 那么好多功能你写不了 所以大家需要多花一些时间 好好研究这种反性应用 其实不难理解 对吧 那我能不能 比如说 我如果这么写了 前面假如说也有括号了 对不对 是不是也有括号了 对吧 再看一下是不是也有括号了 那我再写上一线的取的是哪个了 是不是前面是2014了 你看 是不是就匹配失败了 当然我把这改正过来 看一下 是不是 那我怎么办呢 你看 子模式反性应用的时候 咱们可以让它不反应用 或者是括号的作用 咱说不止一个两个吧 有没有改变应用机的 有没有将小原子变成大原子的 对吧 如果就想用这两个作用 不想它作为子模式用 我们可以括号作用 无量的存在子模式的一种功能 只要加上问号 冒号 在括号前面加括号 就是它怎么办 括号的作用就只变成了改变应用机 和作为大原子使用 不作为子模式使用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 你看一下 匹配的成功的时候 是匹配成功了 而我们子模式中 是不是只有第二个括号的杠线 当成第一个 而第一个2014 这个没有当成子模式 对吧 所以问号 括号 不问号 等号 都是目的是干嘛 取消子模式作用的 听说吧 这样的话 咱们经常看到别人正在表达室里边 你见到问号 括号的时候就不要陌生了 它是写在括号里边的 把这个括号就不当成子模式用了 反性应用机也应用不到了 就这作用 听说吧 所以呢 括号的问题是大家避讳的 当然了 在替换的或者什么时候 这个子模式 咱们除了可以用这个 还可以用道路图 大括号 来取子模式 来 这个呢 我们到替换的时候 再会说一下 这里边现在是不行了 对不对 也就是在模式中反应用 必须用斜上一 而在替换的时候 比如说将子模式替换成什么 对不对 那可以用写上一也可以用大括号一 就是刀是符大括号一 是可以的 在这里边他说了 那替换的时候咱们讲 政责替换函数的时候再详细的说 好吧 那这节课咱们没说别的 只说了一个原字符中 最重要的一个括号 还是那点提醒大家 如果括号不会应用 你基本上 百分之三四十的证则 你写不出来 对吧 只有会用括号了 才什么样的证则 都能写得出来 好吧 好 这节课咱们就 这样到这里 到这里呢 咱们也把所有的原字符 都先拿介绍了 那他说了 政策表达式组成有四部分 定天符讲完了 原字讲完了 原字符讲完了 那剩下的就是什么 对整个表达式进行修正的 模式修正乎 好 下节课咱们开始介绍 政策表达中的模式修正乎 好 这个到这里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